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今天是我生产之后做月子的第八天 也是我回到家第六天 因为我找的是台湾的月嫂 它的育儿包括做月子的这个理念和我比较一致 我现在月子还是很开心的 想跟大家说so far到现在第八天我有什么变化 前几天确实下面伤口会有一点点痛 包括现在还是会有一点 但是可能已经习惯了 那每次洗澡呢真的是头发油到不行 我现在是三天一洗 产妇又特别容易出汗 家里又没有什么通风 你看窗子都是关上的 所以说真是一身汗 洗完澡就会很舒服 我每次洗澡呢 月嫂会给我烧一大锅的那个爱叶水 这个据说是可以除湿驱寒的 所以说每次洗完澡 我都会用热热的爱叶水 用小盆浇在自己身上 然后从头上浇下来就非常舒服 月嫂跟我说如果是冬天的话 或者是你体质非常寒的话 他们会直接煮浆水 但觉得现在这个天气还没有太大的必要 所以说大家如果在月子里非常想洗澡 也可以参考一下 然后还有就是我最近用的洗发水 都是用生姜洗发水 这也是给我自己的一个心理安慰 我生产之后护士有帮我开奶 然后开奶之后我现在是第四天 我就是全母乳喂养了 现在的奶水还比较多 不知道是不是吃我月嫂 给我做的非常丰盛的月子餐 就我这两天的月子餐真的超级爽 我可以到时候把图片放在这里 然后这期Vlog也会跟大家分享 几天我吃的月子餐 每天都会喝一些汤汤水水 然后月嫂也会给我准备这些月子茶 新视频就可以跟大家记录一下 我的月子生活 对对对还有一点 就是我现在第八天了嘛 由于可能我太过于不care这件事情 因为我的身体我觉得恢复还挺好 我没有觉得我跟正常人 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再加上肚子现在变小了之后 我就觉得身轻如燕 所以说我经常会上上下下楼梯 但是从昨天开始我就有发现我的膝盖 包括脚踝都会有点痛 所以说产妇坐月子真的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注意 不能说是没有什么感觉 就不在意这件事情 这期Vlog就从现在开始咯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今日份午餐 这边是香煎的三文鱼 然后蔬菜是西兰花 玉子豆腐 这边的汤是鸡腿汤 然后里面应该会有一些什么中药材之类的 现在的口味就是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淡了 这些汤什么的 我都不放盐的嘛 我都觉得是很正常 吃正常的东西会觉得稍微有一点鲜 我都不放盐的 哈喽大家今天是月子的第九天 然后我们今天打算带宝宝去照Newborn的照片 月子是不应该出门的 但是是想跟那个摄影师具体沟通清楚 就是宝宝想要照什么样子的 所以说其实也是自己的小私心想出门一下 我给自己捂的还是挺严实的 穿了一个小高领 就是脖子这边防止受风 然后穿了一个hood 下面穿的是一个就是加冕的运动裤 和一个长的白袜子 好乖 好乖 贝拉现在又把她的这个灰色的床给尿了 这是朋友前两天给我送来的花 结果前两天我都没怎么下楼 其实它超好看的 你看这个百合就有好多层 但现在已经枯掉了 就是玫瑰也枯掉了 我打算一会儿把这个花稍微再拯救一下 然后这边还有昨天给宝宝印的手叶脚叶 蛮好用的 就是宝宝手完全不会沾到印泥 就可以印出来的 但是是黑色的 到时候把这个链接给大家放在下面 Amazon就有卖的 今天是我生产之后的第十几天 十四天 十三天 然后我今天要开始喝这个生化汤了 据说特别特别的苦 生产的第二周就可以开始 主要是为了排恶路的 恶路没有排干净的话 以后会有妇女病 这一包的话分两次煎 第一次煎的时候三碗半的水 煎成一碗 然后第一碗就把它搁在旁边 这是第二碗 第二次煎的时候也是三碗半的水 把它对在一起 分两次喝 一般在这边的就是那些中药行都可以买到生化汤 干杯 我超难喝 要屏息一口给它干掉 明姐一共月子里就喝四次对吧 产后大初学的人绝对不能喝 然后你这一般顺畅很顺利的就可以喝三到五甜 就是从两周之后 对 我每天都有喝这个月子水 明姐会给我准备这么一大壶 然后加上一个小壶 再加上这样的一杯 每天我都会给它喝光 每天都是各种不一样的 有时候会有那个养肝茶 义母茶 玄米茶 玄米茶的话就是发奶的啊 还有黑豆啊 可以降血压 然后清血脂 再来的话有玉竹麦冬 这个都是美容养颜的 红枣桂圆补气的 黄芹也是补气的 大部分就是这些中药材在做 每天的月子茶的变化 就每天都不一样 然后味道都不一样 当水喝这种 它有专门的剪刀 但是是医院那一种的 好啦打开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这样子的木头盒子 把它的肚脐带啊和那个胎毛都收集好 然后刚才我剪了一小撮 它的头发放在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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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 morning 现在是十点多钟 然后我的早餐已经准备好啦 因为我起的比较晚嘛 所以说我这个点儿才吃早饭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营养均衡的早餐 这边是一杯木瓜牛奶 刚才不买的时候喝的差不多了 然后牛油果 鸡蛋 奇异果 大家看一下就是月嫂阿姨的摆盘 就超级好看 然后这个是全麦吐司里面 夹着那个蓝莓果酱 蓝莓果酱呢也是我们自己做的 月嫂阿姨自己做的 除了蓝莓果酱 那个还有一个蓝莓果酱 可以对着当饮料喝 一会下楼我给大家看 这个支架真的很好 配上这个戒指 就是我可以在刷短视频的时候 向下翻着可以遥控 中间还可以暂停 还可以点赞 真的是解放双手的生气 这果酱就是我们买蓝莓买多了 然后自己做的 没加什么糖 但也很甜 就蓝莓自己的甜味 很好吃 看这里面是自己做的蓝莓果酱 这个里面是蓝莓的原浆拿出来做饮料的 如果要满杯的话 看你至少要午饭 这样满满的午饭 这样满满的午饭 然后只能加冷开水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午餐 现在是下午的两点 我现在这个食中就是这样 然后今天中午的午餐 是这个青椒酿肉 菠菜炒西红柿 然后这还有一个蒸蛋 里面有瑶柱和蟹棒 然后这个是汤 每天都会有汤 这今天的汤是山药和小排 因为我最近在减肥 所以我把碳水就全部减掉了 只有早餐吃 午餐和晚餐就不吃了 但是就会多吃一点肉 所以也不会觉得饿得很快 而且汤里面还是有山药的 所以说也算是有一点碳水 刚才收到了一个Amazon 我在亚马逊上买的这个 宝宝的画册 就相册 上面是放他一张照片 右面是可以插照片 然后这边还可以记一些笔记 做记录 我就觉得很有意义 现在用拍立得给他照了一些照片 然后我希望到时候手机里的 也可以洗出来 多少天啊 多重啊 就是或者是想给他写的话 这样子一本子 我觉得还蛮有纪念意义的 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晚餐 咖喱饭 自从第三周之后 我就可以吃这种非常有味道的东西 所以就很爽 然后今天终于吃到了咖喱饭 其实我也刚吃甜品没多长时间 但我看到这个我就感觉好饿 吃了清淡的以后再吃这个会不会感觉 还挺重口味 觉得 这个是烧的一大锅的艾草的水 然后这边兑一点凉水 然后一会儿我洗完澡 就往身上浇 这样可以驱寒 还有安神 对还可以安神 对 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还挺安神的 很舒服 加油宝宝 太大 哎呦 抬头了 你看 好棒啊 可以了 他这样姿势不对的 感觉自己的头好重 感觉自己的头好重 前两天好像是类似于prime day那种 什么东西都有点打折 然后我又买了三包洗衣机 afresh这个洗衣机的清洁 块 我觉得还挺好用的 没有怪味 比泰兹那个要好 然后两个就泡沫洗手液refill的这种包装 这个真的超级便宜 可以灌进我那个自动洗手机里面 然后还有两个一乳店 这个modella这个牌子的 这个我发现它的性价比 要比那个紫色的牌子要高 所以我买了两盒这个试一下 我之前都是在国内买的曼西的那个 两大盒都被我用完了 所以说再不过两大盒 我今天要喝最后一铁的这个四屋汤了 是我觉得整个月子期间 第二难喝的汤 第一是生化汤 但这个据说是特别特别好 如果是不是在那个月子期间 月经过后 月经过后洗干净的第五天 就可以开始喝一铁四屋汤 然后它里面的成分就是这个 有当归熟地 然后百嫂穿穹 那我今天又多加了那个 那个黄芹 就是再加一味 让它能够行气补血的 然后还可以加黑枣啊 红枣都可以的 鸡或者是肉一起煮排骨都行 就四屋排骨汤或者四屋鸡汤 我通常都是放青木瓜 让它比较不会那么苦 那么涩那么苦 然后你可以加一点米酒 跟生姜一起下去熬 就会好喝一些 对就会比较好喝一些 哈喽大家 好久没有在这个地方录视频咯 今天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可能是温哥华最后一周 阳光明媚的天气了 马上就要到雨季了 然后好在我在雨季之前出月子了 今天是我出月子的第一天 所以我准备自己出来逛一逛 我给自己放一个小假 其实我昨天就出门 去了趟大同伐 然后我出来之前 我们家月嫂就跟我说 可能你半个小时 就逛不动了 就会回来 我当然还想我天天在家 醒这么久 也在家里溜溜答答 也没有觉得很累 结果不出他所料 真的是半个小时 我就觉得全身都没有力气了 结果回家 就倒头大睡 睡了半个小时 今天也是 就不给自己安排很多行程 我打算买一束花 因为今天我宝宝过满月 然后买一个蛋糕 晚上邀请朋友来家里 给宝宝庆祝满月 然后也庆祝我出月子 之前这个是一个鲜花 然后给它插在这里了 我觉得非常好看 然后结果里面没有放水 我以为它干了之后 还是会那个样子 结果它都变成收了起来 但是我今天又买了新的 就是类似于树枝的那种东西 所以我想在这装饰 所以我要给它撤走咯 我给宝宝订的蛋糕 我们现在已经dress up好了 今天的小主角 刚说完 她现在趁它睡觉的时候 赶紧给它拍一下 我们带了这个围兜兜 好可爱 她跟我们一起坐在这 毕竟她是主角 我们在那边吃饭 在这里坐着 这个是我们阿姨做的卤肉饭 它是在台湾开了十多年的卤肉饭店 所以超级的正宗 然后我们弄了卤肉饭 然后这是麻油鸡汤 它也是可以泡饭吃的那种 然后点了一些外卖 棒了 那我一会儿再尝一口 哈喽大家 好我现在已经很精神了对吧 因为我现在其实已经出月子了 现在是我生了孩子的第40多天 所以我拿出来相机 想跟大家录一下 我这个月子vlog的ending 也借这个机会 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 我觉得月子期间 对我来说比较有用的东西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的床铺有点乱 我的床头顺手可拿的东西有几样 就是必不可少的 首先就是自己组的一个combo 就是玩手机神器 因为月子期间 我听给我按摩的那个中医说 好不要一直这样抓着手机 然后或者这样会有手机手 那个时候我就买了一个支架 买完支架 发现刷手机又不是很方便 我在小红帽上又发现了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刷短视频什么的 遥控器 它是一个戒指的形式 所以你可以给它戴在手上 可以这样上下的刷视频 中间还有暂停键 而且还可以点赞 可以调音量 然后配合着这个 就是非常的解放双手 还比较有必要的几个东西呢 就是耳塞和眼罩 生完宝宝之后 我真的没有睡了一个整觉 经常他一叫啊 或者一哭什么的 我就会醒 我以前从来没发现过 眼罩对我来说这么有用处 到我现在感觉到了 眼罩还有耳塞 真的是可以保证睡眠质量的一个神器 那除了这种就是最普通的眼罩呢 我还有就是在我床头柜这边 里面还有这种蒸汽眼罩 如果那个再睡不好 你就可以尝试这个蒸汽眼罩 我这个是完全没有味道的 因为我觉得有味道 可能稍微会有点影响你的睡眠 还有我母乳的小伙伴呢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买一个这个 叫哺乳枕 我买的是这个my best friend 这个牌子 我觉得它真的很好 它就像一个小桌板一样 卡在腰间之后 宝宝直接放在上去 就比较省力的一个东西 其实我有好多就是这些大件小件的推荐 我打算之后出一期视频 我总结出来了一些好用与不好用的东西 到时候可以在这个视频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呢 我就是大概跟大家分享一些东西 具体的那些母婴好物 我都是在那个视频 无保留的分享给你们 给大家看一下厨房这边啊 这个地方呢 都是我一些月子期间吃的养生食材 有一些中药 还有一些干货 月嫂阿姨可以帮我煮汤啊 还有一些中药材 月子期间电器类 我觉得比较推荐的有四样东西 首先第一个呢 就是这个暖水壶 它是可以调温度的 这个东西都是之前 我在那个厨房好物跟大家分享过的 可以调四档不同的温度 我一般都是给它搞在160华氏度 就是70度的温度 可以及时喝上热水 或者是以后都可以给宝宝冲奶粉 这个呢就是之前跟大家推荐那个电动锅 它有这个一个大的或者是三个小的 月嫂阿姨做一些甜品啊 肉啊 还有一些汤都是用这个对吧 对 然后另外一部这边 这有一个养生壶 比如说中药材生化汤 还有每天我喝的那些月子茶 都是来自这个养生壶 真的非常好用 因为它上面是有不同的档位的嘛 第一档就是药膳 或者是做粥烧热水都可以用这个 并且可以预约 像这一大壶呢 我每天都会给它全部喝掉 正好在这边跟大家看一下 明姐正在炒黑豆 这个黑豆呢就是也是我最喜欢的月子茶之一 超市正常买的这种黑豆 过来在锅里这样干炒 炒到它每一颗每一颗都爆 一定要有青人黑豆才有功效 酸肝油脂高血压糖尿病啊 还有肥胖的人都能喝的 重点是很好喝 如果是这个一般就是 比如说抓上一把 放在养生壶里 给它煮个大概几分钟就好对吧 5分钟就可以 5分钟就好 5分钟就好 然后那个水也是非常好喝 就很有豆香的味道 最近明姐要走了嘛 所以她就给我炒好了一个黑豆 还有这个玄米 最后炒完了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糙米和橙皮 对 美容养颜 然后可以促进排便的 然后又发奶 我刚提到有三个 就是电动锅呀 养生壶是在华人生活馆买的 他们最近在年末呢 也是有两个活动 一个是黑色星期五 是从11月14号到10月27号 还有一个就是网购 星期一 时间是从11月29号到30号 每个东西都会有不同幅度的折扣 这家专门为北美华人提供的 中式厨房电器购物网站 像在他们那买的所有的中式电器 都是110V到120V的电压 所以说就不用转换 非常方便 这四样厨房电器 我觉得是在我月子期间 比较必不可少的 也分享给大家 最后重中之重 the most important 在我这个月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的月嫂阿姨 我的明姐 嗨 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小两月的这个相处了 她可能明后天就要走了 月子期间有她真的是让我省了不少心 然后也跟大家案例一下台湾月嫂 嗨你们好 我是台湾月嫂黄淑米 我觉得对于台湾月嫂有什么优势呢 就是几点 首先第一点就是他们都会做这个药膳 我每天都是喝这些中药汤啊 还有这些月子茶 给我的气色补的就很好 身体恢复的也很好 第二点很重要的就是 基本上台湾月嫂都会通乳对吧 对 就是他们都会通乳 我们就不用再花额外的钱 去请这个通乳师 如果当你比如说半夜读奶啊 很难受的时候 你直接找他们就可以给你疏通好 也不用等待的时间 也不用额外的花钱 然后第三点呢 那个台湾月嫂还比较好 就是他们做饭都是营养搭配 然后颜色也都很好看 让你看起来很有食欲 味道又很清淡 少有少盐 对少有少盐 基本上我出月子看我现在的体重 基本上已经恢复到我之前的那个体重了 而且吃的很健康 对对对 养生的月子餐 对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 就是我自己认为的 因为我觉得台湾人说话都是比较温柔的 所以说就是沟通起来就觉得很舒服吧 就这样 这期的月子Vlog就到这里结束了 拜拜